绷不住了兄弟们啊 某媒体评测只给了黑神话悟空60分 只因为他还不够政治正确 目前黑神话悟空的评分已经解禁了 比起国内的一致好评 国外倒是有些博者 不过整体表现也可说相当不错了 但就在一众打分媒体中 一个名为ScreenRed媒体的60分却格外鲜艳 其中最鲜艳的扣分点 竟然是缺乏包容性和代表性 好家伙又来这一套啊 实际这位媒体编辑在文章中写道 虽然我对黑神话悟空的分析和评论 仍然侧重于游戏玩法 但必须要提到围绕游戏工作室的争议 以及开发者的艳女和性别歧视报道 作为一名女性玩家 我注意到了包容性和代表性方面的问题 游戏的前两个关卡 虽然里面都是一些虚构的奇幻生物 但没有任何女性化怪物NPC和敌人以及BOSS 可以称得上是女性的 只有一块石头 其到这里这位编辑还不忘做个总结 这与先前这家工作室艳女和性别歧视报道是呼应的 尽管黑神话悟空确实有一些令人愉快的时刻 但在我的整个游戏体验中 我都感觉到女性在这个世界上不受欢迎 此评论一出 早已厌倦政治正确的国外玩家瞬间炸了 无数玩家表达自己的强烈不满 有直击痛点呢 也有开始调侃呢 由于玩家的反对声过于汹涌 Screen React甚至删除了文章作者 理由是保护作者的个人安全 但根本没有用 而且再次为玩家们指出并质问 而撰起了这篇文章的Summer Obedia 在Screen React的官网主页上显示 他毕业于伦敦国王学院 擅长ARPG 喜欢博德之门三合二等法官 并且被标注为重点 D&D方面姑且不提 如此热衷老头还 相关文章也发了不少 想来也是个靠谱的魂系玩家 可关于黑神话的这篇评测中 这位姐们 那是竭尽全力的告知玩家 黑悟空就是魂游 并且可以拿老头还人之狼进行比较 但众所周知的是 黑悟空并不是魂游 他没有死亡惩罚 也不用去减魂 而且游客说过 本作更像是新战神 如此引导毒舍的预期 也朝着这方向去靠拢 说一句居心不良也不为过吧 关于这篇评测 到了战神之父 来为杰斐这里 在他的最新节目中 这个素来对咱们充满无数刻板印象 曾经也谈不上 多么友好的油管大V也坦言 这篇评测就不该发布 十分的矛盾 从打分到行文 都存在着逻辑不同的情况 战维杰斐直言 一方面文章夸赞了游戏的优秀之处 甚至赞美的非常深刻 可一方面又表示游戏 连基本运行都出现问题 但最后又给了三行 认为本作非常值得推荐的评价 再结合评测者 关于政治正确方面的发言 战维杰斐甚至怀疑 评测者是不是真的通关了游戏 战维杰斐的怀疑有一定的道理 而且此种情况也不局限于 ScreenRate的评测 其他媒体评测 还有人认为黑悟空敌人数量太少了 转头给怪物数量 被人诟病的龙之信条2 打了个满分 但实际上 黑悟空的敌人总数 可是搭进一百种的 显然 像这种 就是想打差评的媒体 还连攻击的点都乱得着 真不知道是愚蠢还是傲慢 但真的是让人绷不住啊 这三个低分媒体 是一个比一个离谱 由此可见 外媒的所谓评分 看似极致健全 但和他们做的很多事一样 遭不住戏吧 经不住谁是 所以 咱们自然也不必 太把他们的评分当回事了 安心等待8月20号 游戏发售就好了 至于这些垃圾媒体 还是给爷爬吧